这次的反核运动 太阳花学运的领袖林飞凡跟陈维婷 也在昨天下午到场声援 两个人是一路呆到凌晨三点多 才被警方给抬离 而在这过程当中 陈维婷数度化身为来来歌 不断对民众高喊来来来 要民众在镇报警察前坐下不动 而林飞凡呢 则是跟群众手勾手大喊不要镇报 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的林飞凡 与女子手勾手躺在地 抵抗警方距离 但还是走到警方拉着四肢强制抬走 另一头陈维婷则是举手不断高喊 来来来 要民众坐下与警方对峙 自己则是众生挡在盾牌前 快回家了 不要再叫群众来坐下了 快往前往前 往前往前 我们连前往前 终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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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诉求不只是和四 还有合一合二合三场 虽然单就和四而言 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把话说死 没有完全回应我们诉求 所以今天当然这次完成的达成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在于说其实除了和四以外 我们台湾要还权于移民 要受共同法 到目前为止 现在党国这个马政府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回应 我们还要再次强调说 其实整个 我想整个废和的行动 占领的行动 它的意义行动 大家都不希望造成任何的不便 但是现在真正在制造不便的事情 因为反而陈慧婷从下午就现身 中校西路演讲 一路与反核民众 待到凌晨三点多 遭警方抬离 要求不要震报 而两人也强调 要求马政府 允行政院长张一化 正式召开记者会宣布 并且要求修改公投法 否则反核运动将不会霸凶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